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方面上海和深圳也均有0.5%左右的上涨 上证指数涨幅为0.5% 深圳上涨0.6% 那么在欧美方面 英法德的涨幅更大 其中最少的都有0.7% 最多的德国达到了1.8% 美国三大指数在昨天也出现有0.5%至0.7%左右的涨幅 道琼斯指数目前再次达到了27300点的历史高度附近 那么在股市以外地区 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415附近 但是比特币价格对比昨天则下跌大约700美元 目前一枚比特币报价是9940美元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们着重跟大家说一下的就是 最近一年澳洲连续发生多起有关公寓大楼出现的严重事故 我们都知道在传统概念中 我们一直以为澳大利亚造的楼应该质量是挺好的 动不动可能就是一百几十年这样的历史 但是为什么在最近几年 墨尔本和悉尼新造的公寓连续爆发出质量问题 相比较而言 墨尔本出现的问题还稍微好一些 主要是由于大楼的外墙 一些防火材料容易引发火灾 但是呢 细腻方面出现的问题则严重了很多 像有的楼呢 是开裂 歪 完全没有办法住 有的是严重的漏水 出现了霉菌 等等等等 还有一些呢 是出现了下沉 甚至于呢 连这个车库的门都打不开 那为什么这个传统我们记忆中 澳洲质量非常好的这个标准 在过去几年的公寓上面出现了严重的折扣呢 其实这最终还是离不开贪婪二字 我们知道呢 澳大利亚的公寓销售和中国的方式呢 有所不同 在澳洲 一直到最后 我们说的是造完交割完毕之前 绝大部分的费用是开发商自己垫付的 可能钱是他们自己出 或者是来自于银行的贷款 比如说我投一个亿 造一幢大楼 可能最后卖出去的话呢 能收回来两个亿 看似是百分之百的回报 但是如果我把时间 造这幢楼的时间延长至三年 那每年的回报率就会降低到33% 如果是五年完工 回报率呢 就会再次降低到20% 如果这五年中我用的是银行的贷款 那么五年的利息再算上去的话呢 可能连百分之十五都不到 所以时间对于一个项目的盈利来说至关重要 这也是为什么在过去新造的几年这个大楼的事情中啊 从开发商到建筑商到材料供应商大家都在赶时间 因为时间越赶了越早 他们就可以少还一天银行的利息 对于这个最终的成本来说的话呢 回报率也可能高 那么百分之零点一 所以在所有的利益面前 最终我们说的是牺牲的是什么呢 牺牲的就是质量本身 暂且不说我们照做这个材料体现的不同 在澳大利亚呢 这个房间与房间之间根本就没有砖 都是用的呢 是一拳就可以打通的三合板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整一面墙的三合板的成本也许只有五十澳元 但是在澳洲 你要让一个工人用水泥粘一块砖 他的人工成本大约是四澳元 而这个砖的成本大约是一澳元 也就是说一块砖差不多就是五澳元 而一面墙如果用的是二百块砖 那的成本可就是一千澳元 对比一个简单的三合板粘接才五十块钱 那成本就上升了整整二十倍 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连续出现质量又差 但是呢 材料用的还不好 等一系列的事情 这对于我们应该说对于未来两三年之内 公寓市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 尤其是现在我们看到在悉尼地区的公寓二手房的成交量 对比一年前 即使是在目前房地产缓慢复苏的情况之下 成交量依然连续走地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谁也不敢买了一个房之后呢 我五十万买到时候连五万块钱都买不出去 那很多朋友们问我 这个楼连续出现问题 那如果是上市公司开发商或者是上市的成建商 那他们的股价是不是跌惨了 相比较幸运的是 目前曝光的几桩问题大楼 并不是由上市公司成建 所以上市的开发商也好 上市的成建商也好 目前他们的股价并没有受到直接的影响 但是间接的影响依然存在 因为首先投资者就会担心 你们造的楼会不会也有问题 后续是不是也会被曝光 另外 由于这些楼导致的问题 使得现在的投资者信心大为亏减 我们看到成交料的下降就意味着新开工项目也会减少 所以 比如说像澳洲著名的水泥供应商阿德雷德水泥 它的股价在过去的两个月就被砍掉了三分之一 另一方面 著名的建筑公司LLC Landlease 要不是因为它和谷歌在美国签订了大单 它本身的股价也处在三年的新低 所以说建筑行业虽然到目前没有被直接波及 但是间接的伤害是巨大的 那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呢 其实房地产行业里面除了开发商 建筑商 材料供应商 还有很多 比如说商场股 比如说写字楼股 比如说工业地产股 比如说卖房网站股 甚至于归根结底 应该说房地产的另一个间接得益者 就是来自于银行股 因为我们重复过好多遍 银行60%的资产是来自于抵押贷款 也许是民用抵押贷款 也许是商业或工业抵押贷款 这些抵押贷款我贷出去50万 你即使这个楼破了 裂了 倒了 除非你申请破产 要不然你就得还我50万的利息 所以说即便是楼出现了问题 对于银行来说 它的收益除非是对方申请破产 要不然收益是不会受到影响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跟大家说到 我们首先要避开这些公寓的开发商 和建筑商的上市公司 第二 我们要考虑到目前地产的确是在恢复 那么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从中获利呢 我建议大家的就是地产行业的两个板块 第一就是挂牌上市的网站 因为上市的网站 它跟这个建筑大楼出现问题 没有半毛钱关系 第二就是我们说的银行股 那么在四大银行中 我们也重点推荐给大家的是 国民银行 相信在未来三到六个月 随着澳洲继续的降息 随着地产的持续恢复 银行股的表现应该会 第一 稳定 第二 股价本身上涨 第三 高分红 这对于我们特别是保守型投资者来说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另外我们在本周日 也会在墨尔本西区 Point Cook的凤凰酒店 为大家带来有关澳洲股市 以及民宿方面的内容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时间和地点就是在本周日 上午11点30分至下午1点 地点就是西区Point Cook的凤凰酒店 英文叫做Phoenix Hotel 欢迎大家到时参加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